大家好,我是Stan 在59届Picture Series上 入围电影部门新人奖后补的IU 虽然很可惜没有获奖 但是也获得了由粉丝们投票挑选的人气奖 第一名 而在颁奖节里结束后 获奖艺人们聚集在一起准备拍纪念照的时候 被拍到了看清IU人品的场面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首先IU先向站在舞台上的前辈演员 伊森明打了招呼 接着也向在后方的演员哈基森打招呼后 站在旁边的IU 非常恭敬地请哈基森往前移动了 当天拿下演剧部分演技奖的哈基森 因为有着女边面讲 所以是坐在轮椅上 而为了拍照是需要移动到前方 在听到IU的话后 哈基森移动到前方了 虽然可能有些人觉得 这又怎么了又不是做了什么大事 但是大家知道吗 一个人的人品 就是在这种小小的行为 能看到最真实的一面 之后伊森明等其他艺人们 也来向哈基森打了招呼 而IU就悄悄地离开了那个位置 这个时候一位演员来到了IU身边 这个人就是 当天获得最优秀演技奖的崇耶狗 两位女神通框了 崇耶狗与IU虽然没有一起出演过作品 但是在2017年 崇耶狗与前夫崇俊群一起去看了IU的演唱会 也送了IU咖啡车等 关系非常亲近 然后在与很多人打完招呼后 IU又悄悄地移动到舞台的边边拍了纪念照 这种对人的关怀与温暖的心灵 这就是IU长久受到喜爱的原因吧 我又被感动了 从以前到现在始终如一的IU IU因为是人气奖 所以为了演技部门的获奖者腾出位置 移动到最边边 真的很有礼貌又谦虚 他真的是手术 经历了那么多风波 仍然保持善良的人 所以IU是什么 是天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可以使用iPhone的 崇坦修夸 崇坦修夸在个人演唱会的一个片段 让网友们爆笑了 我还给你帮我帮你帮我手机 如果大家帮我手机 只有Galaxy 没有 Galaxy QQ No iPhone This is the Galaxy QQ 真的太好笑了 真的是模范模特 只给Galaxy拍好可爱 集中精神 认真选手机的样子太好笑了 QQ Galaxy营销组的人 应该会站在桌子上跳舞吧 因为太可爱又来看了 QQ 我也是Galaxy用户好高兴 我也是Galaxy我也是Galaxy Bye QQ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